什么人最累 活在别人眼里和嘴里的人 因为想要活成别人世界里的好人 就会不可避免的委屈自己 活成自己世界里的小丑 《甄嬛传》里有一句台词说得很好 人情世故这种事 不能周全大家 便周全自己 任何时候自己的原则底线不应该去触碰 的确如此 没有一个人可以让所有人都喜欢 如果做一个好相处的人太累 周全自己 做一个不太好相处的人也很不错 一 做一个不太好说话的人 听过一句话 心软是病 情深致命 特别赞成前半句 太好说话 是一种病 这种病 方便的是别人 委屈的却是自己 前两天 朋友和我抱怨 自己连续上了半个月的夜班要扛不住了 你们不是轮流值夜班的吗 为什么连续上了半个月 我不解的问他 然后 他很无奈的和我解释了事情的原委 最初一个同事有事 找他换班职业班 他不好拒绝就答应了 其他同事看他好说话 也经常找他换班 他又一次次答应了 后来 后来有同事干脆跟领导反映他比较喜欢上夜班 建议他长期职业班 就这样他就成了那个老好人 一直熬着所有人都不愿意熬的夜 最后 他无奈的总结到 你越好说话 就越没人对你好好说话 很多时候 的确是这样 你处处忍让 别人就处处不让 你放低了身段 别人却不把你当回事 你时时考虑别人 别人却从未把你放在心上 最不值得的是 对那些不懂得感恩的人付出 得到的竟是得寸进尺的索取 有些事原本不由你负责 一旦你做了就永远归你负责了 有些忙原本你没有义务去帮 一旦帮了就成为你的义务了 毕书敏曾说 拒绝是一种权利 就想生存是一种权利 越人不如越己 从今天起 做一个不太好说话的人 喜欢就接受 讨厌就拒绝 不满就表达你的不满 受了委屈也别暗自伤神 真心带你的人 不会让你为难 为难你的人 也不值得你真心以待 所以 别浪费时间为他人做嫁衣 一别浪费笑脸去面对让你哭的人 有原则 有底线 活出自己的态度 才能拥抱生活的温度 二 做一个不太懂事的人 曾经看到过一个国际孤独等级排行 把人的孤独分为十个等级 第一级 一个人去逛超市 第二级 一个人去快餐厅 第三级 一个人去咖啡厅 第四级 一个人去看电影 第五级 一个人吃火锅 第六级 一个人去KTV 第七级 一个人去看海 第八级 一个人去游乐园 第九级 一个人搬家 第十级 一个人去做手术 你也是这样吗 总是一个人把所有的事情都做了 下班了 一个人逛超市准备一家人的晚餐 周末了男朋友太忙 一个人去看了一场之前约好的电影 生病了害怕家人担心 一个人偷偷的去做了手术 有人说孤独就是无人相伴的无奈 也不尽然 有些孤独其实并不是真的孤独无一 不重要的人怎么有资格来分担你的孤独 重要的人又不忍心轻易的打扰 孤独 这两个字背后隐藏的秘密不是你没人赔 而是太懂事了 因为懂事 就变得体贴 坚强 温柔 从不任性 从不主动打扰 从不胡搅蛮缠 因为懂事 害怕给别人带来麻烦 遇到了事情自己解决 也怕给爱人带来负担 累了就你自己扛 苦了就自己咽 疼了就自己疗伤 可是 有时候迁就一个人太久了 你就失去了任性的权利 曾经看见过一个帖子 一家人外出旅游 吃午饭的时候 妈妈想要点一盘青菜 因为旅游地物价比较高 需要60块 爸爸和孩子觉得60块吃青菜不值 就反复劝说妈妈换一盘当地的特色菜 结果妈妈在饭桌上崩溃的哭了 有人说妈妈矫情 只是一盘青菜至于酷吗 问题的癥结当然不是在于一盘青菜 或许妈妈真正伤心的是 她为家庭付出了那么多 到头来丈夫和孩子连这么点小任性都不允许 是啊 妥协和体贴久了就会变成理所当然 懂事了100天 第101天稍微有些任性就会被质疑 被冷落 被批评 如果懂事那么伤 我愿你永远不那么懂事 从今天起 做一个不太懂事的人 稍微自私一点 多为自己考虑 稍微懒散一点 让自己喘口气 稍微任性一点 喜欢的就去争取 学会享受 偶尔放纵洒脱 生活才能变得甜一点 再见